一名护理师跪在地上帮一名摊贩做CPR 而他的朋友也在旁边待命 两人都是护理师要与死神拔河 抢救摆摊到一半却突然倒地了摊贩 救护车紧急到场赶紧将摊贩送医 但还是回天乏术 这次发生在高雄大辽翁云夜市 16日晚间这名灵性摊贩在这里卖粮糕 事发前15分钟还有人看到他还在滑手机 怎也没想到几分钟后就发生猝死意外 根据了解死者是一名41岁的灵性男子 平时都是卖粮糕赚钱 16日那天也是他第一次到汪远夜市卖 据传他那天上午已经先到早市摆摊 中午可能也没时间休息 晚上接着工作 疑似太累了昏到 但怎么也没想到就这样突然离世 不少在地人都认识这名摊贩 现在还在社团贴出他和大火一起做公益的照片 甚至称他是小港林俊杰 更在社团缅怀他 不少人留言直呼真的太突然了 希望他一路好走 农历七月鬼门关才发生艺人黄洪生猝死 大辽又有人猝死 让家属错愕完全无法接受 记得高雄综合报道